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利益 佛说无量寿经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经文 佛言 其五恶者 世间人民 惜疑泄舵 不肯捉善 自身修业 家时眷属 饥寒困苦 父母教诲 沉默录音 言令不合 唯利反逆 譬如冤家 不如无子 取余无节 众共换业 父恩为义 无有报偿之心 好 先看这一段 这还是谈五恶 五善 第二十九章的内容 这是第五恶了 前面谈到的四种恶 第一个呢 是说以杀生的恶业 第二个恶业呢 就是偷盗的恶业 第三个恶业就是以邪淫为主 兼及其他的恶业 第四个恶业就是口业的四种 那第五恶业呢 是以饮酒之恶来展开的其他的恶 有的大德 也就把这一个作为称慧邪见的范围 那称慧邪见属于意义上的 这个意义上的过失跟饮酒就有内在的关联了 那佛又告知恶难 这个世间 第五恶呢 就是世间人民 这是只能造恶业的人了 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惜于邪度 前面讲到五诸恶事的众生 他是邪之邪见 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 当他世间和处世间善恶 复服因果不相信的时候 那必然他就会对善业 徘律 徘徊 忧郁 内心 抗拒 这就是惜疑的样子 这是来自于他的邪见了 正性正见不能确立 一个人为什么要行善呢 行善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呢 他一定要建立在因果和轮回的基点上 当他这个观念没有的时候 他就认为行善没有必要 因为赏善惩恶的机制都不存在 所以他必然陷到惜疑 这种心理状态 那他行为呢 就是懈怠 懒惰 而这都是人性当中一生俱来的烦恼 当他对这个质疑道的 这种超越性的志向不能建立的时候 他就会沉溺在日常的感官的 这种低俗的生活状态当中 他的精神层面超越不难 不出来 意志力也上不来 就一定会懈怠难度 这样就不肯作善 是由于没有佛法因果的这种熏陶 也没有作善行的依据 他自然就会不歇一顾 不去行善 不肯作善也不肯自身 这句话是不肯是贯通下来的 那自身就像鲁家讲 你格物自知 正义 诚意 正心 就谈修身的问题了 修身要谈八德 孝涕忠信 底义廉耻 用这八德来 修自己的身业 建立一种道德的风范 那在佛教就体现在五戒 你至少要奉行五戒来修身 那他没有因果轮回和佛法熏陶的人 他就不去做五戒八德十善 这是修自身业的行为 那甚至进而就不务正业 不修身也不修家业 当一个人不能修身的时候 他也就骑不了家 由于他懈怠放逸 世间的正业 他也住不来 那住不来呢 就没有生存的福报了 这样呢 他的家人就被他拖累 他所成的家庭 他的眷属 就处在饥寒困苦当中 穷困 潦倒 窘迫 饭都没得吃 当一个人连世间的生存 都成问题的时候 当然他的父母就会焦虑 担心 那父母总希望子女好 成家立业 做一番事业 一看儿子这个样子 那就必然会去教诲他 教诲他 甚至呵斥他 让他走在正路上 不能再这么懒惰了 不能再做这么种种的过失了 那这个 儿子呢 听到父母出于慈悲的 那种忧虑的教诲 不仅不反省 不生惭愧心 反而发脾气了 沉默 沉默怒应 就忧恨 眼睛里面都放着凶光 愤怒 这就成为逆子了 那父母的这种指令 他不服从 甚至严重地违反 叛逆 那父母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看到儿子这个样子 可能他就会不断地去说 苦口婆心地说 越说越不耐烦 越说越生气 他就把父母看成冤家对头 那这对父母来说 是很痛苦的事情 生育了这么一个儿子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结果长大了 却是这个样子 那父母 他的痛心之余 就会说出一句话 道不如不生这个儿子 更好 那这个是严重地违背 东方文化所强调的孝道的 我们中国有一部孝经 十三经之一 孝经里面谈这个孝道 是天之经 地之义 是人道之大伦 在这个五行三千当中 这个大不孝是最重的一个罪行 那这个行道的内涵 各种社会角色有所不同 所以有天子的孝 有祖侯的孝 有亲大夫的孝 有士的孝 还有俗人之孝 在孝经里面 俗人章第六 就是一般的民众 你行孝 要怎么去行呢 用天之道 分地之力 就是转捞天时的春夏秋冬的季节 注意自己土地的这种优劣 他种地呀 农业社会 自己要谨慎 节用 以养父母 谨慎 谨慎就是自己的心业 要谨慎 不要违背国家的法律 身体法夫 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然后要节约自己的用度 来赡养父母 那赡养父母 初步的赡养父母 就是让他物质生活摆脱饥寒 那精神层面的赡养 要养智 顺应父母之心 让父母开心 欢喜 这个光中耀祖 养智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父母有什么指令 那马上要围而不落 马上要去住 放下自己手头上的事 来奉行父母的指令 所谓正在吃饭的时候 都要吐出来 赶紧去住 父母 父母喜爱的事情 自己要欢喜的 不要忘记 父母厌恶的事情 你要有畏惧心 不能去处逆父母 对父母 即便父母讨厌你 你也不能有怨念 下气一色 脸色都很愉悦 讲话都很低声小气 这个语言都很柔顺 这是作为人之子 行孝之通义 那如果你看父母是正确的教会 你还发脾气 还这么处逆 这就叫反逆 就是逆子 这个因果是很重的 佛经都说 一个子女 他的处逆父母 让父母生一个恶年 他特下地 那这个逆子呢 由于他又不自身 不修业 贪欲心还很重 自己没有能力 自己 他欲心又重 那就 要先啃老 啃父母的财产 这个将父母的财物去取用 没有节度 这就现在有个啃老族 然后父母啃完了 他就啃六千眷术 他就借债 这个借债也不筹量自己 那有不有能力去还 那这样的借了之后 也没有偿还的能力 那这样 家庭眷属 所有的熟人 包括熟人朋友 都对他讨厌 都离他远远的 这个借债可不是好借的 这个一个人总是欢喜 你去布施给别人 人家很高兴 跟你亲近 你老一见面 哎呀 我没点饭吃 你给我借多少钱 人家又看到是 有血缘关系 亲属关系 就借给你 借给你 你老是来借 借到最后呢 好像觉得是应该的 没有感恩之心 而且为义 赴恩为义 这个义就是 你既然是借债 你必须要还 但是没有偿还之心 借债的时候是孙子 还债的时候 人家要债他是爷爷 最后说一句 前面有 要命有一条 就傻这个无奈 这种人还真的是 这个家族里面出现的 大家就会讨厉他 他自己也赴恩为义 没有去偿还 报恩的心 好 请看下面 贫穷困乏 不能敷德 孤教众教重夺 放智油善 穿树唐德 用智正极 单酒市美 饮食无度 四心荡义 鲁护抵凸 波市人情 强于一致 见人友善 见人友善 妒忌勿之 无义无礼 无俗固难 自用适当 不可见晓 好 看这一段 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好像是一面镜子 在照我们这些众生相 那众生的这些烦恼习气 恶业 佛为什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 那真是佛是无眼圆明 佛心向大圆镜子 一切众生的心 心性 情直 恶业 都在这面镜子当中 展露无一样 先毫必信 那佛都是一个 极为亲近的人 让佛说出这些语言 我们要生大惭愧心了 佛说这些语言 对于一个极为亲近的佛心来说 只能说是一种 极度的教化的悲心 才说出来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的行为 实在跟这个法性 跟佛性 相悲得太远了 整个的就没有一种文化 道德的教化 就好像一个野人一样 那你看这些 进一步来说 那这种人 不修身 不行 不行善 不务正业 当然就 常使处在贫穷 困乏当中 困就是困窘 乏就是 知身用具 都缺乏 今天吃完了 明天的粮食到哪弄 没有着落 没有着落 由于前面 这个 取鱼无竭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他就 有钱的时候就 恢复 就好像现在报道一些 一些 很穷的 村庄 每年要去领点 这个 扶贫的 这个款 领到 年终领到三千块钱款 他马上上管子 恢复 他就不想到 这一年该怎么过 有三千块钱 先大吃大喝再说 那这个 把他恢复完了 就再也得不到了 不能复得 但毕竟 钱财为众生的外命了 没有钱财 怎么样生存呢 好 那就升起了 他的 坏心了 坏心了 这坏心 你看 孤教 众夺 孤教就是 收刮 他聚恋的意思 就开始 组织一点和社会了 这种地皮流氓的行为就开始出来了 比如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地方都搞基建 他垄断 你沙子必须在我这弄 你什么水泥必须在我这弄 不在我这弄就让你干不下去 他一垄断价格很高 质量很低 强买强卖 这个工程必须我做 必须要这么高的价格 不行就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 把持这样的一个 一个业务 强买强卖 这有点孤独 孤教的意思 这个事情我们都常常碰到 那我们建政员强卖强卖 绝对是不可以的 那地方上的一些地头蛇就这么干的 然后进一步的是中毒 就是放纵他的畸心 偷心 公然的去抢劫 或者偷盗 那他这些新出来了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昨天我们大佛那些都传的 我们很多数都被砍掉了 过年之前 水塘的水晃干了 就抓鱼去过年 他就 就想这些办法 这样就放纵友善 放纵他的欲望 因为他又没有正式的职业 又不去学一些 这个正当的技能 能谋生 他就到处 友善四方 去找赚钱的机会 那这些机会还离不开 坑蒙拐天 这个道日 友善 川树 唐德 川 就是他习惯于用那些树 树就是那个机心巧技 来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财物 你看现在的电信诈骗 他的车的圈套 那也是很有机心的 原来的诈骗 还是到处撒网 种点捕鱼 原来诈骗 习惯于就是 我是你同学 某某某 你不记得我呢 然后人家多年 好像没 人家想不出来 好像他也觉得很熟悉 现在我在哪里哪里 这个我 这个 撞车了 在医院抢救 你给我赶紧 祭奠钱过来 可能就 人家给其他记录 现在变成了 某某 搬着他的上级 随随随到我办公室来想 那上级叫他办公室 肯定受宗 诺金等着到办公室 约好到办公室 他说又临时打电话 哦 我有紧急事出差了 这个 这个 改几天在 在那个 但是我出差 冲冲忙忙出来 忘记带钱包了 你给我汇议几千块钱 我要买个机票回去 那下级看到他装得很像的样子 又给他乖乖的寄钱 你说这些 他也是布局布得很巧妙啊 甚至恐吓那些老人 空巢老人 有本小说就谈空巢老人 空巢问题 这个人家退休了 在家里一个人 忽然他打个电话 说 有人举报你 卷进了个重大的犯罪案件 那那个 老大爷在听 吓坏了 我一辈子 这么清白 怎么卷进了一个犯罪团体啊 那怎么办呢 警察你的帮不忙啊 这个犯罪团体 即将对你的财产 要产生威胁 这样吧 赶紧把你的账号的钱 转到我们这个账号 给你保护 这个老太太 就乖乖地把账号 钱转到她的账号 就跑了 现在这方面的诈数啊 太多了 那不仅是世间上 现在就是 有些村庄 到了某个时间 都装着出家人 到外面来诈 诈骗 那出家人 他的诈骗 搞点什么 法务啊 给你借缘啊 然后推销点 什么 膏药啊 甚至直接就是 哎呀 看你样子 有雪光之灾啊 那人家也很害怕 怎么办 没问题 你拿点钱 我给你做个法事 他就这么骗 所以这个 这些 在未来的社会当中 将会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防止被骗的 重要一点 你不要有任何 争小便宜的心理 你想争小便宜 恰好就上了他的沟 上了他的圈套 你真的就懵了 好 那这些人通过他的那种 惯用的这些巧技 得到了他不应该得到的财物 就用之正极 用来什么呢 那个 这个 这个 捷继自己的 生活嘛 那你 节约一点用 理性一点用 还请求可言 他得到这些 马上就是 恢复 丹久 是美 就是 丹乐于这个 大吃大喝 这个 吃山珍海味 那这个 有这个 喝酒 酒喝色 又联系在一起 酒色财气 一起来了 饮食无度 而大吃大喝 没有 节度 你看 这都是 众生 像 现在 抽烟喝酒的人 很多啊 他只知道抽烟喝酒的享乐 不知道抽烟喝酒的弊端 这个酒做广告都做得很漂亮 很时尚 成为酒文化呀 他不知道喝酒 让人放逸 昏醉 迷乱理性 增长 贪嗔痴 一切烦恼 引发 种种身心的疾病 现在为什么对醉驾 醉酒 驾车 那么严厉啊 全国各地常常发生 醉驾 壮事人的 喝酒 真的是有种种过失啊 他会消耗你现世的财物啊 他会引发你种种的疾病呢 这个很多人得老年痴呆症了 他很多都跟他原来在岗位的时候 喝很多酒有关系啊 甚至喝酒成了官场 检查你的有不有中心的一个指标 那这使命来喝啊 当场都有喝死的 那每一次酗酒醉酒都会 对脑细胞有很大的损害啊 他天天这么损害 那到退休之后很快就老年痴呆了 喝酒喝多了 焚身都没有力气 也没有智慧 喝酒醉了 不该说的话他都敢说 那个很隐秘的是不该说的 他都说 风会事业 喝酒人就会跟恶人为捧党 自然的远离那些闲善之人 所以酗酒之人 死后是要下地狱的 那些天天讲酒文化的人 他不知道你引诱人去喝酒 就有这么大的危害 所以菩萨界里面 不仅自己不能喝酒 受菩萨界的 而且你不能孤酒 不能卖酒 甚至不能劝酒 你把酒杯劝人 酒杯给其他人喝 你的结果是五百事无首 五百事无首 不是说五百事你做了没有手的人 就五百事做没有手的 那个冤非暖冻之物 是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 而末法时候的一个特点 就是众生 贪 贪美食 众生懒惰 所以你看现在的酒店灵力 这个都是很不好的现象 那饮食无度 也会导致生存的压力 生态的危机 所以现在肥胖人越来越多 它都是这些饮食无度 导致了一生的疾病 放肆恶心 肆心就是放纵自己的这种恶心 恶念恶行 荡义 荡义也放荡 重义 没有任何的约束 那这种人行为上就是 鲁芒 拔腹 抵托 抵托就是能够动不动就伤害别人 这些都会导致社会极端不平 不安定的因素 他鲁芒说没愚痴 不了解道理 拔腹 以自我为中心 你跟我过不去 我要修理你 甚至我要 又很恶心 我要宰了你 他都是这样的那种非常跋扈的 这种行为 因为他这种 世心荡一贯 他有时候就是亡命徒的心理 和社会人的心理 这个 抵托啊 就是没有一点惭愧之心 没有一点 恒胜众生的心 一点跟他不对劲 他就开始发怒 他就开始动手动脚 甚至动刀动腔 这个矛盾急剧的上升 来 亲临他人 伤害他人 现在很多打群架的 你跟我过不去 找一批人来把你打个半死 直接就把你打死 所以不是人情强于一致 就是不能够去了解正当的人情 人是情感的动物 有喜怒哀乐剧 人都有趋勒必苦的本能 人都希望过一种安定幸福的生活 不希望过那种恐惧的 这个相互底吐的这种生活 所以你看如果这个地方社会治安很恶劣 大家都会赶紧就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 要移民 那这些不失人情 就是不照顾到人家的情感感受 强制别人来服从他的不善的行为 强于一致 那见到有人行善 生起嫉妒之心 讨厌人家 嫉妒物质 所以在五族恶事一个行善的人 他是少数派 他是孤立 这些恶人可能很多 看你行善他会嘲笑你 他会嫉妒你 他会给你是障碍 他会给你诽谤 你是自己为民为利等等这些 他往这方面去说你 总之要让所有人跟他一样着恶才好 自己在水里面 要让所有的人到这个浑水里面 他才高兴 妒忌无止 所以无有人意之心 无意 无意就是没有人意之心 无理 这个理 中国讲理 他是尊卑有序 理是要以恭敬作为内涵 取理又无不敬 所以表达的这种 男女老少尊卑有序 都是理 理的精神的表现 所以自古以来都说 人有理则安乐 无理则威 大家都有这个理 大家才能安乐 安定 人人没有理就相互会危害 他没有理 他没有工进 没有换位思考 他就什么都敢干 所以现在食品安全 为什么大家担心呢 他就敢用地沟油来炒菜 他就敢用滴滴滴 他呢 烟菜 他的 刺养的 这些鱼啊 猪啊 什么都是 用种种抗生素 等等去喂养的 他自己是不吃的 卖给别人吃的 你能想象有一些地区 都是受入金属饲养出来的猪 你说还能够去吃吗 那这些谁来把真相报道出来 还有生命危险 所以现在有正义感 有良心的记者 如果他要真正揭露这些阴暗面 都有生命危险 那这些他的行为就缺乏这个理 没有这个理 人人都在伤害对方 危害对方 他人就是地狱 没有道德文化和信仰支撑的生命 真的他人就是地狱 这样就无数固难 就是无数固难 就是无数顾忌 无数畏惧 你跟他就讲英国 谈举头三尺有神明 冥冥当中有神在跟我们记录善恶档案 死后在阎罗王那里还有一个审判 他不相信 因为不相信这些因果 我不相信有神的乘处 他就看中世界 这个世间我得到了什么 我满足了我多少的感性的欲望 其他的伦理道德理法这些 甚至国家的法律 都不在他眼中 无数顾忌 你想想这个 无数顾忌 无数畏惧 不怕天 不怕地 不怕神 你是害怕不害怕 这就是一个社会动荡 社会不安 社会灾难的根源 自用是当 是就是他的见解 见识 当就是应当正确 他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 刚愎自用 比如他也有他一套的人生哲学 他会觉得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我何不这一辈子活个痛痛快快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天无良 再商量 先不管那么多 先求得眼面前的这个满足 所以这个奉行断绵见了 没有前生后世 你如果还说人死了会受什么 他不仅不相信他会笑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迷信呢 哪有这个事啊 人就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吗 人生在是草木一秋 还不赶紧痛痛快快的活着 去搞那些戒律道德 那不是给自己 披上枷锁吗 不自在吗 他这套东西 他自以为正确 这叫自用适当 如果你去劝勉他 劝谴他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后果严重 极善之家必有余情 极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对你只剩后代也不好 就想用这个因果 用仁义理智性来劝谴他 来开晓这个圣人的道理 但是没有用 多少年来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别人化 你去比如让他去学论语 他有个观念 论语是封建社会的东西 是没有时代意识的 现在是个竞争的时代 还像孔子那样去讲仁义道德 那我们怎么去竞争呢 那我们还能活吗 他马上他会有这个观念出来 那这个观念就建立在 他没有因果 没有轮回的观念 自然他就会想 竞争的时代 我怎么能学那些东西 我学那些东西 我怎么活 没有天道的观念 所以你是很难劝谴他的 所以近百年来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要是想想是非常的不压 中国都是奴道士三家的文化 情人 传播 深入人心的 一个民族 所以对这些被邪志的邪剑 说笼罩 而且他以为他是正确的 没有办法去劝谨 所以很多居士有时候说 哎呀 我这个子女啊 实在没有办法 一跟他讲念佛 讲英国 他们都说我封建迷信了 那没有办法 他接受的就是这套东西 好 请看一下 六亲眷属 属之有无 不能忧念 不为父母之恩 不存私有之意 心常念恶 口常言恶 身常行恶 诚无一善 不信先生诸佛经法 不信行道可得度事 不信死后神明更深 不信着善得善 唯恶得恶 于杀真人 斗乱众生 于害父母兄弟眷属 六亲真恶 愿令其死 好 请看这一段 那这种人 就是没有起码的责任感 六亲 六亲就是父母兄弟妻子 这六亲 眷属就是更疏一点的亲属 他们的生存资源 是有还是没有 他都不去想这个事 不能忧念 而实际上六亲的生存的问题 他是有责任的 为人子 为人夫 为人父 你怎么不去解决他们的生存 人之身用具问题呢 那就是严重的没有责任感 而且他也不去思为父母对自己的恩德 不为父母之恩 就是他没有报恩之心 不孝顺父母 在一个孝道严重缺失的这个社会 父母晚年的情景是很凄凉的 他的一生把他的心血 把他的财产都给了子女 那到晚年需要子女报答的时候 却没有指望 很多农村的老人 现在饥寒交迫 就是由子女 都是推来推去 有时候看了一些案例 在农村的那些案例 真的是农村的老人 很苦 所以农村老人的自杀率 就在这一二十年上升 所以等到生病没钱治的时候 子女又不管的时候 正好就喝滴滴威 就走了 尤其可怕的子女 知道父母要这么喝农药走 她也开着眼睁着眼 她认为父母年老了也没用了 这样走 反正是要走的 这个叫顺顺路走 也没关系 甚至有的村中 普遍的舆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老人 农村老人自杀成了施工欠惯的事情 你想想这个都是很震撼的 我们的孝道文化到了这个程度 不思维报答父母之恩 这是一种 然后不存私有之意 这个老师 世间的老师给了我们知识技能 和伦理道德的教化 促世间的善知识 给了我们佛法 法生会命的滋养 这些也都要去有属报恩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 传统社会私生关系 那形同父子 一日为师 众生为父 那现在看来 现在的私生关系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以来 私生关系都成了一个买卖的关系了 这个老师来上点课 是为了赚点工资 得点讲课费 学生坐在下面听课 觉得我是交了学费的 你应该给我相应的知识的 是一个买卖关系 既然是买卖关系 那一下课 老师就夹着皮包就走了 学生也就散了 就是路上碰面了 也可以不打招呼了 因为是买卖关系 那就是有时候 学生跟老师来上电梯的时候 应该说你有点 私生之意也应该先让老师先上 也许有些地方也还保存了这些 但相当部分是不管的 自己先上去再说 所以衡量一个学校的文明程度 它的品质的高下 师生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不仅仅是说这个高校有多少图书 存量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实验室 不仅仅是这个硬件方面 或者老师有多少高学历 有多少教授多少副教授 现在我们搞维物主义 都搞这些物质化的东西 那你私生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有起码的道义来维系 这种教育还能正常吗 那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啊 要传道啊 要解惑啊 现在仅仅限定在授业授点知识技能 那你这个教育都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高校都办成了高等技术 职业技能的培训了 真正人文学科这个 尽管不断在说数字教育 人文教育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极为功利的社会当中 它是很难落地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的这些学生 这个道德 道德水平 人文的情怀 理想主义的寻求 以及损美的这样的意趣 都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这样的人才 它是很难成为一个动量之才 那这种人 人身口一三叶都在 作恶 心 常 念恶 念就是意念当中 就是贪嗔吃 吃就是邪见 这个常就是 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 从生到死 都是这个样子 意念当中 就天天想着怎么赚钱 怎么发财 怎么拥有更多 然后不满自己意 就开始发怨念 散布一些邪知邪见 心常念恶 意念当中 极端的 不正 论语当中 常常把君子和小人 对比性的来 来表述 那一般是 什么叫小人 念念想着利益的就是小人 念念想着仁义的就是君子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可能我们这些人都是小人 有几个人念念想着仁义理智性 很多企业家也都说活得很累 为什么天天想着是怎么赚钱 天睁开眼睛就想到到哪个地方可以抓到钱 然后对于上班 这个特别是证券公司的 这个发誓都是这个 钱是你的 也是我的 最终还是我的 然后弄了很多新花样 说来说去就是要把别人的钱 弄到自己这来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现在当然有理想的大企业家说 商业就是利他的经济 这个观念非常好 真正的商人就应该有利他的情怀 他才能做得大 他才能受社会尊重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的商人 他最终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所以这个圣人讲的一种文化 是至他不二的 你的要有人爱心 你首先要关心他人 满足他人的需求 而他人就是跟自己同体的 他人满足的需求 你自己也能得好处 九花山有一位百岁老人 也留下肉身 大新和尚 在九花山的后山 他一辈子修行 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这是把大乘佛法 置他不二 置他一体 用非常通俗的话表达出来 所以这是为人处事 包括从政经商的重大的原则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最终是走不远的 所以你心都在念这个恶 自私自利 那你的心就长满了茅草 你的好的那个和苗出不来 这个口肠言恶 他心是这样的恶的心 所以口语也语言是他的心理的状态的表现 所以他口里面肯定是妄语呀 奇语呀 恶口啊 两舌啊 讲那些让人不愉快的话呀 讲假话呀 口差也恶 现在说起这个讲假话 真的是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很多人就由于把利益作为他唯一的追求 于是他本能的会符合我利益的 或者会审害我利益的 怎么以利益作为一个标准 他容易讲假话 他会本能的去讲假话 殊不知你讲假话 就造的恶业 恶业马上就有 报应 你讲假话 可能开始第一次第二次 人家施不破 相信了你 等到人家知道你是讲假话的 再不相信你了 不跟你来往了 那你能干成什么呢 你从政没有罪恕者 经商没有合作伙伴 与人交往 不跟你交朋友 因为你是个极端没有信誉的人 所以我们中国鲁家文化 特别讲的朋友有信 信誉诚实 你没有这个诚信 你人和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都没有交往的纽带了 你失去的诚信 你这个社会运作 经济的运行 那都是高成本 效率极低 所以一个人必须要说诚实语 所以佛教给我们制定不妄语 当然首先是大妄语 是强调这个 小妄语也是兼制的 不能讲假话 要说诚实语 你说诚实语 你才有智慧 有道德 受人尊重 得人信赖 所以这些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的人 他就容易造作这样的口业 那深夜就常常的去杀盗淫 杀盗邪淫 做这个恶业 那一般可能杀人 是极少数人了 但杀其他的冤非暖冻的众生 可能是普遍现象 剥夺其他众生的身体 来滋养自己的身体 那偷盗 这个也是普遍的 以盗心 贪污受贿 这个圣守牵羊 争他人或者公家的便宜 这也是普遍现象 这个 尘无一圣 就身口一三叶 完全没有一点修持的善心 你看我们五周恶事的众生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世间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每况愈下 由于猛烈的这种贪欲心一来 你只要看看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们的空气都是雾霾 我们水都不干净 我们的生存环境都是不洁净 没有美感 今天我们跟几个伴手知识 也走在后山看看 我们对这个山不关爱 那么多杂草 那么多不好的东西 这两天我们跟在黄山开发的一个企业家在谈 他有个观念 叫洗山的观念 我听了我都觉得 对他素人奇迹 就是要把对山里的树木花卉 要完全的关爱他 什么叫洗山 把那些杂草污秽全都给他搞干净 搞干净之后 他山里的美好的东西 植物的多样化就会出现 植物多样化就会引发生物的多样化 于是这个山就越来越郁郁冲冲 越来越生机勃勃 越来越具有美感 所以他说经过七年的洗山 整个的山的面貌跟七年前完全不一样 我看了他一些照片 真的是很美 那个蝴蝶 各种品种的蝴蝶都过来了 所以今天我都很感慨 我们都是寺院的山林 我们关爱了我们的树木花卉 甚至还动不动就砍树 真是很痛心 那些泥沙的土就在那里堆住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关爱我们的山林 我们要有洗山的观念 这就好像修行了 我们修行 《无量寿经》前面讲 洗浊沟污显明清白 我们内心也是这个样子 充满着杂草 充满着污秽 就是心肠念恶 这个贪嗔吃蔓仪的恶 就是我们心灵的杂草 我们要把这个清掉之后 我们本有的佛性 就会呈现出来 我们这个杂草就是贪婪心 嫉妒心 这个 攀比心 虚荣心 都是这些心 如果我们把这个拔掉了 我们的惭愧心出来了 感恩心出来了 忏悔心出来了 慈悲心出来了 仁爱心出来了 所以 所以洗山跟我们洗心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的环境不好 恰好是我们内心的 这个杂草重生的 污秘 遮蔽的一种折射 一正不二的 一暴随到正暴转 我们内心不洁净 环境就不洁净 环境的这种恶劣 是来自我们心性的恶劣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人间净土 美好的家园 一定要从 牲口一三一的恶行 给他清除开始 来修十三一道 那这个 它是有个 支鉴上的转化的 这要建立正性正戒 那我们身口一三叶 都是充满恶行 没有一点的善行 是来自我们邪子邪见 邪子邪见就谈了这几点 不信先圣 诸佛经法 先圣 就是指 圣生 圣贤生 祖佛就是不信 法界当中 有十封三世 一切祖佛 不信 有一切祖佛 从他大慈悲心 大智慧心 流现的利益众生的 大经 大法 不相信这个 不相信就是不信三宝 不相信 法界有 常住三宝 这就是一禅题 在涅槃经讲 断信根的人 他一个 一禅题 他就不相信英国 不信行道 可得度事 这就不相信 出世间的英国 那出世间英国 你行道 这个道 有正通别源的 理解了 藏教你得要行八正道 或是八十 三十七道品 你行这个道 你就能够度约 三界的分段盛世 如果在大乘佛法来看 你得要行六度万恨 要行二十五元通 要行念佛 往生成佛之道 你就可以 超越三界的轮回 甚至 这个 这个 解决 便宜生事 那这个 出世间的英国 也有程度的差异 这就是出世间法 那对于不信三宝 的人来说 对于这个出世间法 他是不相信的 他可能就认为 地球才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没有前生后世 还有修道的必要吗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你出什么事啊 那奉行断灭剑的人 他绝对是认为 没有修道的任何的依据的 没有这个必要 你修什么道 有什么道可修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他就完全不相信 不信死后 神明更生 这就不信有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这个 也是普遍现象 刚才讲 人死灯灭 宋明理学家说 人之身就是 弃之拒 人之死就是 弃之善 这个弃度散掉了 哪有什么 投胎 或者轮回 的可能呢 即便有地狱 弃度散掉了 也没有地狱 受罚的主体啊 这个 这个邪剑是 摧毁道德 良知 人心的 最厉害的 邪剑 死后什么都没有 还有什么 阿赖耶斯 神师 投身的事情呢 但是古往今来 不仅圣人这么说 而且多少的 例子都在证明 人是有轮回的 就是现在西方的量子物理学 遗传 这个基因 这方面都在展示 人来到这个世界 是带着他的基因密码过来的 不是一块白板的 那这一次的行为 又在这个遗传密码当中 又加进了新的要素 再去下辈子 找到一个生命的载体 那这个在西方国家 相信的人都很多 那这个 死后会有神明更深 在我们传统的中国 大部分都相信 每个村庄都有寺院 每个村庄 都会有 种种的殿堂 来说六道轮回的 或者展示六道轮回的情形 现在我们东宁大佛 住地藏殿 就把这个石殿罗 阎罗王 以及那些犯什么罪 的拔舌地狱 这个刀山剑术 这些 给他表现出来 由于现在中国人太不相信了 现在得要给他呈现一下 让他有畏惧感 知道你造的恶以后 就要到地狱里面 受相应的刑罚 不管你信不信 有人说信者有 不信者无 不信也存在 这是生命的法治 但是他不信 有这个三世轮回的人 他就无所顾忌 无所畏惧 他一定会这样的一个反应 不信着善得善 这是谈他不信世间的因果 那世间因果 也是讲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种了什么因 必定是什么果 你今生是一个富贵的 社会地位很高的 很有智慧的人 说明你行善因过来的 不失得财富之报 不失技能佛法的智慧之报 你能够孝顺父母 能够关爱 仁爱他人 你就能够做官员 所以这些都是你行了善 你恭敬他人谦卑 你长相就会庄严 你很傲慢 很傲慢的人 嘲讽别人的人 你就长相丑陋 他都是相应的报 行善就能得善 造恶因就能得恶报 这些也是世间 所以世间法 天地之道的核心内容 所谓孔子讲的天命 不知命 不足以为君子 君子要知道这个天命 知道这个因果 好 这样他出世间的因果 不相信 世间的因果 也不相信 那真的是 他的那种邪恶的行为 就放纵出来了 就造作武尼之罪了 欲杀真人 真人就是指 阿罗汉 就正到了那个真理的人 那一般阿罗汉从断货正真的 这种水平来说 就是断货 就是断贱 断贱货了 那断贱是货 就长一三界 不受后有 数作以半 那这个阿罗汉 这个有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一般出国圣人 断贱货 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 这个虚头还 这个四头还 叫一来 还要有一次往返天上人间 三国阿罗汉 阿罗汉 就是在五不还天 不再来欲界了 在那里 修家勋禅了 九次的定了 在那里断尽 这个上二界的施货 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 就永远的 不在三界里面了 所以这种人 就是人天的大福田 应该要对阿罗汉 恭敬供养 但这种恶人 不仅不生恭敬供养之心 而且要杀害阿罗汉 杀害阿罗汉 并且这里面 也包括出佛生学 这个很恶的人 往往对那种 很亲近的 很有道德的人 他本能地会抵触 他本能地会反感 他本能地会 有种谋害之心 由于这些 圣人的存在 就像一面禁止 会对比他的丑恶 他就不允许这面禁止的存在 他就这么恶 那这个武力重罪 是直接下阿比地狱的 那是难得 百千万亿 解难得出来的 斗乱众生 众生 这就是破和和生 众生就是四个比丘以上 以六合进原则 构成的生团 那这个生团是著此法道 续佛会命的一个载体 尤其在佛灭度之后 生团的存在 自为重要 所以任何一个 有点政治界的人 都得要 扶持生团 有大福报 有大利益 他现在不仅不去 扶持供养 生团 反而是 斗乱生团 那生团产生 斗争 混乱 或者搞成 分帮分派 不合合 那生团不合合 就瓦解了 那种著此法道的力量 这个罪过是 很大的 也是下地狱的 下阿比地狱的恶业 而且 遇害 就是 生起的要 杀害父母兄弟 眷属的心 因为父母 对他这么大的恩德 不仅不失报答 而且还要杀害 就是由于父母 想教育一下他 他就反感 反感他就开始起杀心 这些年来也看到 有些年轻人 作案杀父母 那兄弟之间应该要恭敬由礼 一年不合 或者利益之争 他就开始也杀害他的兄长弟弟 以及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的亲属 那这种杀心一来 这种动一念杀心 大家都会有感觉 都会害怕的 那六亲眷属就 真 真物这种人 不想见他 要离得他远远了 但是这种人的恶行 实在是对这些父母兄弟眷属 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那自然这些六亲眷属 就希望他早点死亡 大家还能够过点安乐的日子 那怨恋其实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恶逆 可能有时候父母也会动手把他弄死 原来看一个案件 一个也是逆子 不仅不赡养父母 而且常常打父母 把父母打得头破血了 最后这个父母实在忍无可忍 趁他喝醉了酒 把给他闷死了 那当然这个 你父母把他弄死了 这也是 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把这个老人抓走的时候 全称的人都求情了 为这老人 说他的儿子太恶劣了 所以这些 这都是人间的悲剧 那悲剧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邪之邪见 由于邪见 不信因果不信轮回 放纵他的身口 一个恶业 来造作极重的逆罪 那这种人 法律是会惩处的 这是花报 果报是在阿比地狱 所以就这个造恶的众生来说 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所以一个正知正见的缺利 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缺利 是至为重要 主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 讲经说法 就是要让我们建立正信 正知正见 这是当务之急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是功德 创严和静谱 上报四徒们 相继三徒 若有建文者 继发不敌心 尽此以保证 共生极乐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